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王健宣时间 我是王健宣 今天我要跟各位谈一个题目叫什么 老人就该去死吗 哎呀怎么一老叫死呢 这个不要稀奇啊 我已经83岁了 我还有社护线啊 所以我太太也83岁 她还有这个轻微的雅摩斯海摩症 我们都快要死了 各位啊不要担心我们没有这么悲哀 那么我太太苏老师 雅摩斯海摩症不严重 就我们跟她讲话 基本上都能沟通 只是对某一些事啊 常常会有一点健忘 所以基本上没有问题 我的社护线癌啊好像没有一样 只是检查那个PSA偏高 切片以后说有社护线癌 然后就去做一些简单的治疗 老到现在都完全OK 所以叫我一个月回诊一次 后来三个月回诊一次 现在叫我半年回诊一次 所以原则上没有问题 但是呢人到了一定年龄啊 大家都应该是要想想 这个老人将来究竟要去哪里呢 要离开这个世界等等 所以我今天讲老人就该去死吗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啊 在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啊 常常都流行一种的观念 就是你老了没有用了去死好了 在这里吃饭干什么东西浪费去死好了 其实就是这种的观念 这个在非洲啊 有一个地方 有个村庄很穷 这个村庄大概有几百人吧 这个很穷很穷 三餐不济这个村庄 那你可以想象在这个村庄里面啊 有饭吃也吃不饱 他说有一天啊 有一个人家他发现啊 家里的老人如果不给他吃饭 把他省下来的饭啊 让小孩子啊 别的人多吃一口啊 那家里面人的日子就好过一点 比较吃得饱了一点 那这个老人家呢 不给他吃 他反正吃早要死的嘛 所以后来呢 他就对老人到了一个程度啊 就不给他吃 就要让他死 让他死 那这个村子里面人啊 发现啊 这个主意不错呀 这个老人反正要死嘛 我再给他多吃一年两年 他不是要死的 那这一两年的饭 我家里面 小孩子还有这种吃的话 就好很多呀 这个村子人啊 询相仿效 哎呀完蛋了 所以在这个村子里面 老人到了一定年龄啊 管你有病没病 就不给你吃了 要你就死了 你知道吧 哎呀想起来真的好凄惨 有一次啊我看到有一个电影啊 这个电影就描写这个穷人家呀 有穷人家 他们那个地方有一种 也不叫习俗 就是大家都这么干 怎么就是老人啊 到了一定年龄 比如说到了六十岁 我们现在平均年龄八十岁啊 在早年的时候 一百年两百年前的时候 要活到六十岁就是很老啊 老得不得了的啊 这种人活不了多久的了 会死掉的 所以你到了一定年龄啊 家里面人啊 亲人啊 家里面人 就把你关到一个小屋子 这个小屋子是什么样的屋子呢 他就是三面啊 都用这个什么铁皮啊 把它钉起来的 有一面呢是用砖砌的 就是红的砖啊 一块一块的往上砌 没有门哦 没有门 也一直砌 就把这个老人啊 关到这个里面去 那关到里面去 前面这一排砖啊 高度呢 是让里面这个老人绝对爬不出来的 爬不出来那个高度 然后呢每天弃一块砖 就送一顿饭去给他 送一顿饭弃一块砖 送一顿饭弃一块砖 那个弃的砖 越弃越高 越弃越高 弃到有一天 饭都送不进去了 就封顶了 这个也没有门也没有窗 这个老人在里面就 他不送饭了 在里面他饿了就死掉了 就这样了 那么我看那个电影上呢 那一个老人啊 我看我们看了也是60岁 这个左近人是个太太啊 是妈妈啊这种 说你们要干嘛这样 我还蛮好的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把我关到这里面 一块砖一块砖 气到有一些气码呢 就把我在里面闷死掉了 也不给我吃了 那个地方人都是这样去来做 哎呀想的时候好可怜哦 另外啊有一个听说是真的哦 真的 在一个地方啊 这个这样有河 河流 不是小河 就像大河一样的 像长江 或者是大的河 大的河旁边啊 有山呢 有山崖 山崖 那这个山崖呢 地方啊 他们就把这个老人啊 把他送到这个山崖的地方 送到这个山崖 你只能在这一小块里面活动活动 你爬上去爬不上去 它是悬崖 你不能够什么双脚一勾啊 什么上去都不行 都上不去的 旁边也都不能通的 就放到那个地方 这个退潮水很浅的时候 把你放到上面 放粮食呢 比如说放时间 可以吃的东西时间 水啊这些都时间 为什么放时间呢 就是到十天以后啊就涨潮了 涨潮那个水啊 就会淹过这个老人 把它摆在这个岩石的这个地方 一淹就把那淹死掉了 就古记这个十天 他就放十天的粮食在那个地方 所以涨潮涨潮涨潮 哦 淹起来就死掉了 这种 所以这种啊 大家觉得很残忍啊 怎么是这样啊 哦哦 你很哦 对不对很难过 但是从经济学的成本效益的法则来说呀 也有他一点道理啊 这个你没有用了 何必这个东西成本不合算啊 应该给那个年轻的人吃 他还可以做很多事啊 给你吃 吃到最后你还不是死了吗 哦就这样成本效益 经济法呢 来讲是对的 可是人呢 他是人呢 他不是一种货物啊 说这个成本够不够啊 卖的价钱合不合算啊 不合算就不生产了 儿子呢 他是人呢 他不能用经济的法则 说老人没有用就给他死了 活一戏了 不能是这样啊 有一个孩子哦 那个当地方有个习惯 也是跟我前面讲的很相像 这个儿子啊 就背了他的老母亲 背他到哪去呢 到深山里面去 把老母亲摆在那个地方 让老母亲在那个深山里面出不来 就在那边等死 等死 那这个母亲呢 他背着这个母亲 母亲沿路啊 就用他的手啊 去摘这个树枝 因为山上这个都有树嘛 他手伸得到哪儿 他就摘树枝 摘了以后啊 就丢在这个地下 那这个儿子又问说 妈妈呀 你就摘这个树枝啊 干什么东西啊 这个妈妈说 他说我呀 摘这个树枝丢到地下 在这个路上啊 留一个记号 免得等一下你下山的时候 找不到回去的路啊 怎么办呢 这个儿子大受感动 流泪满面哭着 把他的妈妈又背回家里面来 说我要让母亲去死 母亲害怕我回来找不到路 在那里这样 所以母亲的爱是多么的大 所以刚刚讲这个经济法则 说老人没有用了给你吃 吃了最后你要不是死吗 没有用了 又给你死好了 这种经济上的成本效益 对人爱不行的 所以刚刚这个孩子又把妈妈背回去 说妈妈这么爱我 我要送他去死 他还这样爱我 怕我找不到路回来 所以人跟货物是不一样的 人我们是有爱的 人类是有爱的 爱不是你死让我活 爱是让我们大家都能活 而且活得更好 大家说对不对啊 所以还有讲到老人就该去死 各位听众朋友 你现在也许很年轻 也许年纪大 但是我告诉你们 你们通通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的 所以世界上到今天为止 没有一个人不离开了 不管你钱很多 不管你多健康 不管你怎么样怎么样 你最后都是会离开的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 说我们在世界上啊 哎呀金钱那些都是假的了 最后带不走了 最重要的就是健康 我们要运动 我们要吃营养品怎么样怎么样 要健康 健康的人再怎么健康 最后他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啊 大家现在在日本有这个奥运啊 我报告很多东西 这些人都是非常健康 不得了的人啊 我们台湾这个中华民国最厉害的一个 就是洋川广啊 亚洲铁人啊 他曾经打破十项拳的世界纪录 然后他曾经拿到奥运十项拳能的银牌 他差一点就拿到金牌啊 大家称他叫亚洲铁人 他死掉的时候躺在床上啊 病危的病的时候 他就自己开玩笑说 那人家叫我亚洲铁人 我现在不是铁做的 我现在是豆腐做的了 碰一下就完蛋了 所以铁人最后也变成豆腐做的 所以人到最后都是会这样的软弱的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大家要晓得 既然我们大家都要会变老 我们大家都会离开世界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方法 来照顾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老人呢 照顾老人就是照顾我们自己的未来 对不对啊 因为你也会老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讨厌老人 你吃了饭也没事干 生病花了我们多少钱 哎呀我们家都被你搞穷了 怎么样怎么样 你去死好了 将来有一天讲这样话 就是会对着你讲 今天你对别人讲 将来有一天就别人对你讲 因为你一定会老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方法 让这个老人啊 他能够到晚年的时候 活得非常愉快 就像我们中国李运大同篇讲的 要老有所忠 就是老年人终了的生命的时候 他是非常愉快的离开这个世界的 要老有所忠 所以这个老有所忠 我们要有什么办法的 有三个办法大家会想到的 一个我们自己要想自己办法 让自己能过得好 第二个政府应该要有很多好的退休制度 医疗制度怎么样怎么样的 第三个孩子们要孝顺啊 等等这样 大概三个方向 但是多靠政府不是那么简单 对不对啊 何况政府很差劲呢 是不是这样 所以更加不能完全指望这个意思 我们要靠孝顺的孩子来做 现在孝顺的孩子越来越少 是不是 你亲戚朋友当中 你自己 你会不会感觉到你的孩子 那个孝顺的情况 不像你从前孝顺你的爸爸妈妈那样 对不对啊 你会感觉的到 等到有一天 你非常住医院花很多钱 你的孩子心里会不会说你赶快死啊 会有这种的想法 而且还有呢 我们替孩子来想 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 对不对啊 所以靠孩子 孩子说我已经焦头烂额 我要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养儿防老 现在已经不是真正的办法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里面 我提出来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告诉我们各位的人 是老人 或者不是老人慢慢要变成老人的这种 要去注意 注意什么 第一个 我自己靠我自己 我要自救 老人要自立自救 但是老人自救 自立自救 我的了解 我碰到的太多的老人 最重要的老人自救 一定要留棺材本 而这个棺材本 留的越多越好 留棺材本 钱 不是万能 但是没有钱 尤其到老年 是万万不能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一定要存 棺材本 所以当你年轻的时候 你就要晓得我没有孩子 或者说我有孩子 我不能靠孩子 好 政府有什么退休金养 我也不能完全靠 我要靠我自己 我要努力存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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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有足够的棺材本 而我有足够的这个钱 这个钱绝对不要给孩子 我用绝对两个字 不是因为我跟苏老师结婚 我们没有孩子 就不要留给孩子 我们也没有孩子可以留 我有孩子 我也不会留很多钱给他 所以 绝对钱不要留给孩子 我讲这个话 是我碰到很多的老人 你们知道吗 这些很多在我面前哭哭啼啼的 他把钱都给了孩子 他身上没有什么 他以为我要钱干什么 我要钱的话 我大儿子二儿子 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一个孩子都不养他 去养他都是一副那个愁眉苦脸 或者那个样子难看 就希望他这个东西 就很糟糕的你知道吧 钱绝对不要生钱留给孩子 你如果你要留给孩子的话 你死了以后给他可以 而且也不要说哎呀我帮他买房子了 哎呀我替他付到要 他要一千万我替他付三百万五百万 不要不要 他有本事买房子就买房子 没本事买房子就没有没本事买房子 你当年买房子 你的爸爸有没有给你钱呢 你的祖父买房子 他的真祖父有没有给他钱呢 没有这样 你等你死掉以后 你给他可以 但是生钱不要给 所以有这个棺材本 孩子反而会孝顺一点 他们看到遗产的面子上 可能会对你虚寒问暖 甚至虚心假意会好一点 他希望将来你遗产 留给他会多一点 会这样 从前有一个老先生 他没有什么钱 但是他假装有钱 他就在他的床的下面 把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 一个锁 两个锁 锁了又锁 过几个礼拜 他就偷偷的拿出来 打开 看一看 然后又赶快把它锁起来 放在他的床肚下面 那么孩子们都有看到 看到说 我爸爸那个箱子里面 一定锁了很多 清条 锁了很多美茶 也很修签在里面 所以这孩子对爸爸妈妈 就会比较礼貌一点 比较关心一点 希望将来能分到那个遗产 其实那里面都是一些石头 都没有东西的 这个老人很有智慧 他的智慧就是我刚刚引申出来 要讲到的 所以当你钱多留在那里 孩子也会跟你虚寒问暖 假情假意也会好一点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各位老人 要有聪明 聪明 单单有棺材本 都还不是办法 因为你到老了以后 你的钱你不能处理的 你知道吧 就是到银行 说你要干什么 领钱 领什么钱 你的存款密码多少 什么密码 你都不知道 你知道吧 这种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陪你的人去 他是什么 他的密码多少 怎么样 就把钱领50万 领出来了 又领 那个人小的以后 你在里面有一千万 他把你领光光 最后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所以在日本 对于这种老人 尤其是度居的老人 老金已经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 好像不大能管理自己财产的时候 他到银行领钱啊 银行不给他领啊 就把他冻结起来 冻结现在不能领 因为你已经不清楚 不能不给你领 这种在日本啊 老人被冻结起来的银行存款 你们知道有多少吗 你们绝对不会想到的 和新台币60兆 不是60亿哦 60兆 因为他不能去管这个东西的 所以你有钱都不是办法 那这种呢 我刚刚讲 我和我太太苏老师 一些朋友 我们成立了好多个基金会 中间有个叫五子西瓜基金会 我们这个五子的独居老人 前面我讲过 五子没有孩子哦 独居配偶走掉一个哦 老人八九十岁哦 老经不太清楚了哦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可以找我们的基金会 我们可以来住天使居 我们进来把他当爸爸妈妈一样的照顾 他的钱可以捐到我们的基金会 让他可以来用 他捐的钱 我们现在叫捐房养老 他就他有个房子 大概值一千万捐进来 一千万让他一直用到死 都没有问题 所以他进来到我们的天使居 就是养老院进来 他一毛钱都不要付 我们从进来一直到他往生 我们全部照顾的比儿子还好 所以我们叫做让这些五子的进来 就五子变有子 这样子来做的 所以我们会本着耶稣基督的大爱 来照顾这些可怜的老人 然后他有钱呢 他可以信托 信托在银行 那我们基金会做他的信托监察人 帮他管理 所以他身上他还是有钱要干嘛 这样呢他老了就完全没有忧虑了 所以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会老 我们这个老的人一定要有聪明才智 为我们自己布下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安排 让我老的时候即使我失智了 我什么都不清楚了 但是我知道我参加这个天使居 或者另外的什么一个地方 我在里面快快乐乐的往生 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各位呢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 才可以的 所以天使居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天使居 在新北市的林口 很多人大概都晓得 我们是有一位老太太 她捐了三亿八千万 很多钱 我们就盖这个天使居 但是地很贵啊 所以三亿八千万也不能盖很大 我们大概可以照顾一百人多一点 一百人中间有六十个人啊 是那个日照的 就是早上啊孩子把爸爸妈妈带来 下班的时候把他带回去 是这样的 这种的照顾比较容易一点 我们另外还有四十四个 是照顾非常困难的 就是老人已经快要不能自理生活了 这种最需要 另外还有十八个位子是实质的 他已经进来也搞不清楚了 这种人 这种如果又是五子又是老半走掉一个 你想谁来管他 我们来管他 我们就是他的好儿女一样 所以我现在很努力的来做这个 希望在台湾啊 能够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出来 让这个将来的这种五子都居的老人死不掉 活不下去 他可以有一个地方啊到那个地方 即使有一天他实质他什么都不晓得了 他晓得这一群人是绝对有爱心的 他们照顾我们往生 放心和好聊 所以当他老金还清楚的时候 他会晓得有一天我不清楚的时候 我保证我可以高枕无忧 那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方法 将来会有很多人来仿效 很多人他盖天使居 他也盖他也盖 遍地开花这个老人就得救了 现在我和一些好朋友啊 很重要的就是要来做这个 关心这样的这个无子独居的这个老人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注意这一块 那我们这些好朋友能力也有限呢 叫人家捐老太太捐了3亿8很多钱呢 我们到哪里叫人家又捐3亿8 其实捐3亿8也搞下来不过100个人 老人得到一些照顾而已啊 我们现在老人几十万人啊 那我刚刚讲有人会听我这样讲说 哎呦老伴啊还好我们有孩子 我告诉你啊靠孩子是不可靠的呀 靠自己才是可靠的 靠一个好的机构一个好的制度 那个才是可靠的你知道吗 所以各位老人各位好朋友 也许我叫各位老人你说我还没老 我告诉你有一天我说各位老人 这个老人对你一定可以实用的了 你有一天一定会老的呀 是不是而且会死啊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到老了身后的这些问题啊 都好好的来想一想 我们如果台湾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想到自己会老 有一个制度支持这个制度来照顾老人 我有一天老我也会享受这个制度 好好我要支持 另外我们也有爱心 我们人去爱留 有一天我们人会离开这个世界上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 你有再多的钱 你有再多的东西你也带不走啊 像大家我常常引领的例子 叫做苹果的创办人叫做贾伯斯 贾伯斯大概五六年前移障癌走掉了 他在病床上啊 他说他说世人所羡慕的财富和好名声我都有了 可是今天这些财富和好名声对我一点意识都没有了 因为他不能带走嘛 他现在走了都不能带 但是如果你的爱心留在这个世界上 那就完全不一样哦 像我讲的这个老太太捐三亿吧 她的天使局 我们用她先生的名字来盖造的 她的先生叫卓欣妙 我们就用欣妙天使局 这个老太太也跟我联系差不多 有一天她会离开 没有关系 她留下的这个新庙天使局 很多老人进来住走掉了 都来住走掉了 一直可以坐五六十年七八十年 她这个天使局里面进来的人 可能成千上万的都不一定啊 是不是 那这些人都会想到 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住得这么好 都是因为有一位那位卓老太太 哎呀卓老太太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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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不尽啊 所以你人会离开 财富、权力、健康都带不走 但是你的爱会留在这个世界上 照亮人群 这是了不起的事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信上帝 上帝是有爱 耶稣就是有爱 耶稣因为爱 才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当我们充满了爱心的时候 我们就是神的好儿女 有一天我们到天家的时候 上帝会说 孩子啊 哎呀你做得非常好 好有爱心啊 来现在到我们天家来 享受天堂永生之福吧 所以各位好朋友 当你是很有能力的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能力分一分分出来 建立一个照顾老人的一个好的制度 这样照顾到很多苦难的老人 也照顾到你自己的未来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